第一次看到肖战就是因为他要演剧版的模特祖师 一般这种大IP剧 都会有很多人阻止不让拍成剧 可是当时爆肖战演的时候还是很多的人支持的 原因是因为这个人长得是真的好看肖战 是X9少年团的一名成员跳舞非常好 但是网上还有他跳极乐净土的视频舞蹈时的他 潇洒随性一笑倾城 肖战是四川人以前在节目中看 他说四川话和队员玩笑 是一个非常开朗和爱的大男孩 他笑起来真的非常好看 记得那个视频里 他和队员们说话 队员们嘲笑他的口音 他一本正经说 自己普通话一讲 可以聚焦大学语文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普通话一讲 为什么就要聚焦大学语文 可是他偶尔不出来的口音 真的好可爱啊 更值得肖战在采访中 也有许多好玩的事情 比如在同道大叔的采访中 问他有一部尺度很大有激情的戏 和从头到尾扎到底的戏选那个 肖战居然回答哪种激情 真的是笑死我 还有一次台上 抽到了一位幸运观众 其他人就说恭喜肖战 又来了一句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也真的是十分的可爱了 还有 大家可以看他微博的画风 别的偶像都在晒镜着肖战 这是什么操作 和粉丝斗笑 也是十分有趣 91年的肖战 今年27岁的 自己还自嘲自己是队中的高龄选手 身为大哥的他 也十分照顾自己的队友 还是和暖心的小可爱 肖战的古装也是非常的英俊 潇洒在王剧哦 我的皇帝陛下中 饰演深情男 二圈的很多粉丝 大家再看看魏无羡的剧照 真的非常好看 线线和笛子 更配哦 这一身白衣 真是墨上人 如玉公子是无双 那里来的仙子 静生的这般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